你那個Lucy寫得滿天飛的 然後你居然跟我講說 我跟他沒有發生任何關係 你是騙誰啊 低估我們的智商嘛 中華民國部長 公開說謊 公開騙人 你他媽的這個 賴欣德不要面對這個問題嗎 賴欣德跟蔡英文現在反正就是不表態 大夫我們會處理性騷擾的案子嗎 副總統 古拉市的事 顏培陽您主持是公道 你怎麼看 在民進黨內有不倫的很多啊 像王必勝 王世堅呢 羅智正 王定宇呢 這些人到現在都可以裝沒事 繼續參選 有沒有要處理 有沒有要談論這件事情 沒有 他本來就這樣的人啊 他不回答的問題很多耶 叫什麼事 視而不見 你選個狗屁種種 這些貨色 爛貨 他不處理 我屁事都沒有 我只是罵罵民進黨而已 就被開署黨籍耶 你為什麼不處理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民進黨做得不好 很多姓平的糾紛 可是民進黨的民調沒崩盤 因為三個人的神級 民進黨已經找到聖賢的共識 穩穩的擺在那裡 這被你啦 應該不只有古拉斯 應該還有會接著去報告 有人說還有一個更大 對 他現在發生這事情 當然我個人認為是這個不單純 不應該 只是說古拉斯個人的事情 這個包含 昨天的這個 NCC的事情 我認為都有 關聯性 那 現在這個事情 爆發 就我所知後面應該還不只有他 就我聽到的 後面什麼 後面什麼 應該不只有古拉斯 應該還有會接著繼續報 所以 你說這種豪色風暴是不是 對 那這是我聽到的消息 對 有人說還有一個更大 對 這是我聽到的消息 那至少古拉斯這個事情爆發之後 然後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我前陣子才剛在Netflix看的那個 叫Bodyguard 有一個影集 內政保鏢嗎 這非常相似的內容 那其實 當然賴欣德從 他確定是他參選之後 從黑金 然後從 這些 反正對他形象不好 他都是一刀砍 那對於這件事情上面 冷處理的後果是什麼 不要忘記 之前林志堅論文一爆的時候 剛開始也是冷處理 可是到後面是 一發不可收拾的 這個結果 所以 我覺得老百姓在看 那 這個事情能夠傷到他們多少 我不知道 這可能要請教亮哥 這個會不會傷到賴欣德 但就至少 賴欣德跟 蔡英文現在反正就是不表態 也不講話 就讓這個事情過 所以我覺得 這個事情應該還會再燒一下 那 我聽到的消息是後面還有 我覺得他能夠管的 我覺得是記者應該去追問 他該處理的部分 比如說王必勝 你為什麼王必勝你不處理 為什麼王必勝還可以去當 還升官 陳忠諺 我覺得 記者應該問這類問題 如果記者問錯問題 你叫他怎麼回答 我認為 他當然就沒事啊 就是你一定要問 人家認為你可以處理 而且該處理而未處理的東西 那民進黨這類的人 因為陸續浮現嘛 那現在 縱死之地就是王必勝嘛 因為王必勝那個就是真的嘛 而且都 而且還放在那邊啊 對啊 結果他為什麼不用離職呢 還升官 我是說 如果國民黨要打這個議題 應該朝這種方向打才對啦 你去扯這件事 你扯這件事就是沒有人能夠回答嘛 誰能回答 我認為沒有任何一個人 能夠保證那個男的會回到女方那邊啊 所以他 就是你該回答公共議題了 那這類議題我認為 一定還有很多 剛剛看庭就舉了好幾個例子 他說這些人為什麼還可以去預選 那你的標準何在 這一類的 我覺得 就是你要 要問 要問 我們一般講的公共議題啦 然後是你的權利所及啦 然後人家也覺得你可以處理 然後卻沒有處理 這些部分 就沒什麼 他本來就這樣的人啦 他從來 你去問他那個 台南那個鐵軌冬儀 你看他會回答 多咧 他不回答的問題可多咧 我並不覺得 會有特別的感覺啦 部長 部長 中華民國部長 他是部長級的 公開說謊 公開騙人 你說古拉斯 你他媽的 這個賴欣賞不要面對這個問題嗎 古拉斯是部長 轉頭就走啦 所以說嘛 就民進黨不成為總統的候選人 成為總統 他是九成九的當選人耶 對不對 面臨到這種重大的 這個 道德重整的機會 讓台灣在全世界 在這個軟實力上 展露頭角 對我們男女平權 對女性的保護的力量 能夠提升 那麼重大的事情 你媽掉頭就走 然後這邊在說謊 那邊在那媽的耍流氓 你視而不見 你選個狗屁總統啊 把賴欣賞一票就票給他 因為哦 原配啦 就是那一位理性隨護他的太太 昨天呢 特別向蔡英文總統 還有賴欣賞副總統 喊話請他們主持公道 同時要民進黨還他老公 所以今天賴欣賞從昨天下午在中常會 到今天早上的場合 都被記者追問說 你要幫李太太主持公道嗎 所以他都不回 可是這個部分 比如說我剛剛在節目上 我也請教了亮哥郭正亮 他說是他他也不回 他說清關難斷家務士 這個賴欣賞怎麼回 郭正亮他一定有信稍後 你不要這樣亂知道嗎 清關難斷家務士 你這樣不行 胡說八道 郭正亮胡說八道 清關難斷家務士 這不是家務士 這叫做社會進步的力量 這叫做道德重整的運動 這麼簡單 美國怎麼幹的 對不對 當然郭正亮沒有我知道了 你知道我跟郭正亮開玩笑 郭正亮他老婆厲害的很 把他管他 他老婆管他 用爆別的料 他們家三個女生管他 郭正亮被吃得死死的 你知道吧 郭正亮很乖的 我知道 所以我講的意思是說 他 我要講的是另外一個道德高度 所以你有一個道德高 你今天身為總統候選人 你面臨到你的部長 你不能念沒有關係 我覺得可以同行 不能念 因為人有很多東西 沒有辦法 我做不到的事情 不見得別人也做不到 因為這個每一個時間點 很多的 因為這個感情的事情 本身就很 就是很沒有辦法 就所謂的非理性的事物 無法用理智的分析來作為解除 我們要承認這個事情 可是你賴清德身為國家領導人 你的部長 今天公開說謊 你這低估我們的智商嘛 你知道嗎 你那個Lucy Lucy就寫得滿天飛的 然後你居然跟我講說 我跟他沒有發生任何關係 你騙誰啊 敢做不敢當啊 你這什麼玩意嘛對不對 他他部長敢做不敢當 是他家的事情 對不對 你看看過去那個誰 那個張俊雄 張俊雄你記得嗎 行政院長 他就是兩個老婆啊 敢做敢當啊對不對 你看那個兵那個堅哥 堅哥的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愛人愛人跟他他養了十年啊 他每個月給他十萬塊聽說啦 就是長期供應啊 你看柯建民這兩個老婆啊 誰怕誰啊 這就是負責任 柯建民什麼時候不負責任 他對他的第二個老婆 非常負責任 他對他大老婆小二老婆都負責任 柯建民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非常敬佩他負責任對不對 他就兩個兩個家管得好好的 搞得好好的 當然除了他兒子吸毒以外了對不對 可是柯建民對他老婆這個事情 他是公開面對公開負責 那不輪廉這個事情 清寬南頓家務事 這個我同意 但是但是你部長公開說謊 你的對話紀錄裡面已經充分現示出來 你就是騙人嘛 那你今天你要面對啊 那你起碼你可以用你的民進黨黨主席身份 來啟動中平委調查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調查 他可以調查 可是他會覺得一來請辭了 已經轉辭了 黨員沒有請辭 他是黨警席 我去參加一個羅志強的記者招待會 我就被開除黨籍 我也沒有給他搞性騷擾 我也不是性強暴 我屁事都沒有 我只是罵罵民進黨而已 我多罵你幾句你就幫我開除黨籍 那你這個家這些貨社 那些爛貨他不處理 那你這種為什麼 為什麼他也覺得說這個是古拉斯的私領域 進入了自法程序 三咖都 三咖都 我告訴你 兩咖 兩咖 他會弱選 我跟你講 他要搶著麥克風 你們給我機會啊 對不起古拉斯 把他開除黨籍啊 三咖 董事長對 吃定你啦 我就是搬出民調來 就是他這一波來講的話 他相對穩啊 沒傷啊 我跟你講 今天要是賴清德是兩咖 他絕對不敢這樣子 保證 不敢那個麥克風一來 他自己開記者會處理啊 沒膽的狠啊 不帶種的屁啊 絕對不夠 沒有那麼囂張在哪裡 就是你國民黨這些泛男的不爭氣 把票分掉了嘛 我告訴你還是這樣子 會贏嘛 我會贏 我現在不要惹你啊 你過兩個月 民調掉下來 我跟你講他主動開記者會啊 古拉斯到旁邊 在剃光頭下跪喔 他怪招一大堆 我跟你講民進黨騙票的招出一大堆